吃的過程 覺得滑蛋飯有點怪味 快隔一天 我就開始在差不多的時間 開始上菜下鮮 驗出三門市區是哪一樣的食材 是生物還是雞蛋 雞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也在跟 申局那邊還有 我們的廠商那邊 追查就是 各個環節有出錯 因為我們作業的 這個流程 這個商品 就是已經17 20年了 如果他們願意出面 然後我們可以來 負責賠償他們的損失這部分 今日滑蛋蝦仁犯 檢出三門市感券 且醫院17日 牌集人體一件檢體 檢出三門市感券 在確認為同一病原之下 衛生局依違反食安法 土新台幣6萬元罰還 勒令店家停業三天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嗎 簡單來說 就是在上禮拜一 9月11號的晚上 我和我的男朋友 去那間餐廳用餐 然後那時候當下 其實沒有發現太多的異狀 因為那不是我們第一次 去那間餐廳吃飯 可是那天我們點了一個 我們平常沒有點過的品項 就是剩餘片 然後一往常點了 就是滑蛋飯啊 味噌糖還有蒸蛋 然後在當中吃的過程 覺得滑蛋飯有點怪味 可是我也不知道 怎麼精確形容那個味道 反正就是吃起來 就是覺得怪怪的 然後剩餘片上面有一些黑點 但是那黑點也不是很明顯 也不是每片都有 吃起來也沒什麼陰狀 只是覺得那個黑點 讓我們覺得有點困惑這樣子 後來隔一天在9月12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差不多的時間 在下午2點到4點的期間 開始上吐下血 只要我們有醫治的時候 幾乎每5分鐘都會去上廁所一起 我都沒有辦法尿尿 我月13號的晚上11點左右 到急診室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是診斷說 我體內的病毒量 就是超過正常的13倍 然後我男朋友是正常的10倍 是說沒有辦法 是靠自己成癒 所以需要作員治療 我現在就是檢驗報告剛出來 那確實是有驗出沙門失去 那我們現在也在跟衛生局那邊 還有我們的廠商那邊追查 就是究竟是哪個環節有出錯 因為我們作業的這個流程 這個商品就是已經十七二十年了 那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最近那個雞蛋三門失去的問題 就是也有報導 那我們現在就是等衛生局的報告 然後跟廠商那邊去做一個理清的動作 那驗出沙門失去是哪一樣的食材 是生魚片還是雞蛋 雞蛋的部分 所以生魚片沒有問題 生魚片的話 我們都是因為當天下午才會進貨 那因為我們那一天沒有營業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沒有再進貨這樣子 所以他說11號吃到的那個生魚片上面有一些黑點 黑點的部分 因為我們那一批來 如果說我們有看到有異樣的話 我們是不會用 對但可能也有可能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都會先跟廠商源頭那邊 去做一個了解的部分 那所以食材主要是用在可能那一天 他吃到的滑蛋飯是不是 對就是含雞蛋的部分 因為那個是沒有全手 對他算是半生的 應該是從營業以來就一直都是用這一家蛋 應該十幾年了 收到衛生局的通知 我們才知道說有兩位客人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那費者這邊也跟您聯繫嗎 呃現在還沒有 因為我們確實是有驗出這個沙門失去 那我們這邊是願意 我們也有保那個食安的那個公共乙鞋 那我們這邊也願意說 如果他們願意出面 然後我們可以來負責賠償他們的損失這部分 衛生局於9月14日接獲醫院通報 兩人疑似食品中毒案 遇於當日派員 醫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查查 經查冰箱溫度未定期監控並記錄 從業人員未定期接受體檢 食材未妥善報告並離地放置 牆壁不解等缺失 當日業者自主停業執行作業場所傾銷 相關缺失則令業者限期改正 因此同時與後續無接或其他通報 衛生局將持續掌握通報傾斜 現場採集共同設食食品 環境 除公和民眾等檢體計12件 今日華旦蝦人犯檢出沙門式感菌 且醫院17日 採集人體一件檢體檢出沙門式感菌 食材和患者檢體都驗出沙門式感菌 在確認為同一病源之下 衛生局依違反食安法第15條 即同法第41條、44條、49條規定 儲信臺幣6萬元罰還 勒令店家停業3天 相關施政移送地檢署偵辦 衛生局提醒沙門式菌耐熱性低 烘煮食材應充分加熱並盡早食用 有關業者使用蛋品 初步釐清 細使用國產殼蛋 衛生局將進一步溯源釐清 有關心哪裡 有關 몰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